一技右勾拳 挥向白髮阿伯 来一男子当街洞粗 还把对方压在引擎盖上 最后两人摔倒在地 打斗过程激烈到 连裤子都差点掉了下来 但令人惊讶的是 把画面倒转前几秒 其实动手嫌犯的女友 才刚从她手上 抢走一把西瓜刀 换个角度来看 驾驶一下车就开后车厢 拿出西瓜刀 要找单车阿伯输赢 在旁的女性有人急忙夺刀 阻止冲突越野越烈 亲眼目睹事发经过 还惊魂未定 好在驾驶都被抢走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起街头冲突 发生在21号上午 45岁的张姓驾驶 新京高雄前证区 这处入口时 疑似因为前方骑单车的 65岁陈姓阿伯车速太慢 按喇叭后阿伯转头呛声 双方先爆发口角 再上演全武行 阿伯不提高展现气度 或许是因为他其实是附近的大地主 行事作风格外低调 就连外出代步都只骑脚踏车 在地呢 在地就在了 多久了 很久了 这这都没起来 所以我们这也自己起来 行车纠纷大打出手 画面曝光引发网路热议 警方强调即使户不提高 但还是会依法追究刑责 以遏止打架歪风 靳新闻李熊 谢嘉玲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靳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盛敬美 敬好新闻